书写目之名,临终前自我审视,入关内独处半小时体验死亡感受 11月20日,记者来到了辽宁省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中心 看到了这种用死亡体验的方式进行的另类减压心理治疗法 死亡体验室内的布置极为简单,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仅有一幅特质棺木 棺木上悬挂着写有体验死亡奥秘,感悟生命真谛的婉联 靠近门口处的大镜子,用你在面对死亡之前的自我审视 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让它置死地而后生 相当于我们这个咨询里面的有要冲击疗法 就是人还越怕什么,就让它越经历什么 让它的心理过了个点,过了个坎 让人去体悟人生,去感觉到生命的真谛 据了解,这家心理咨询中心三年前就开始尝试死亡体验治疗法 为高压人群进行治疗 目前已经有一千多人参与死亡体验的相关治疗 他们通过死亡前写下感言,入关进行死亡体验 宣读穆志明,重获新生,分享心得的方式 真正体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治疗宗旨 就现在社会,人们压力比较大 人们对欲望的追求,生命意义之外的追求太多 多了以后让我们累,让我们迷失到自己 在这个时候需要放下 我们让它在死的时候,它就知道会放下了许多东西 这样的生命的本源的东西就浮现出来 这样它生活就会更有活力 汤宇龙告诉记者 这种死亡体验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 它会根据体验者不同的健康状况 心理承受能力做出判断 并不是每一位心理病患都适合这种体验 有什么地方可能会站出 照我们市内靠换意识 请进为宣诗 价 fold Wall